我是中国公民北京市民 北京市东城区居民司马南 今天是2021年的6月23号 星期三说个气人的事 你说最新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加拿大驻联合国的大使叫诺顿 在会上拉着一帮人 咱们的词叫搞团团伙伙 搞了一帮人在那造谣 开大会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公开造谣 说新疆有一百万人被任意拘押 什么又是种族灭绝 又是什么强迫劳动 什么乱七八糟讲了一大堆这个东西 谣言 在谣言基础之上 一本正经的重复谣言 美国加拿大 反正他们西方的某些国家 最近喜欢这么干 一段时间以来 一直在制造这个谣言 川普谣言 但是你到人权理事会上 他煞有介事的 还拿了一份材料 然后还拉了一帮人来签名 还真有人签 按照字母排序 排的第一个国家 是谁啊 阿尔巴尼亚 我这个年纪的人 你听这名字熟不熟啊 熟不熟啊 熟吧 阿尔巴尼亚 中国人民勒紧 中国人民勒紧腰带呢 轻心援助的一个欧洲的一盏社会主义的明灯啊 当年中国人民呢吃的是什么饭穿的是什么衣给你们提供了多少帮助 阿尔巴尼亚现在扮演这么一个东西 用隔壁王奶的话说叫狼心狗肺啊 可见 可见国家和国家的交往和人和人之间的交往一样啊 建立在感恩基础之上的这种东西是不牢固的 你对一个人特别好 你要等让这个人懂得敢 我不要你敢 我要你站到政治力上不传播谣言行不行啊 不行 今天的阿尔巴尼亚 他就扮演这么一个可耻的角色 跟着加拿大翩翩起舞 跟着谣言在那口吐白沫 口吐黑沫 你说亲人不亲人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咱们就不说了 澳大利亚最近已经疯了 奥地利 比利时 伯利兹 波斯尼亚 什么什么 这个保加利亚 还有 加拿大 克罗地亚 捷克 丹麦 爱沙尼亚 法国 芬兰 德国 什么海地 宏多拉斯 冰岛 爱尔兰 这些国家都跟着签名 有的是随帮唱影 有的是拗不过面子 有的是他和唱的这个 唱义国的这些关系比较复杂 哎 我又发现一个国家 谁呀 以色列 有人非把那色毒成色 挺好 以色列 以色列这个国家居然谴责中国人种族灭绝 哎哟喂 我做了两个系列节目 一个关于犹太人系列 一个叫做呢 风油精系列 以色列这个国家 你有没有想过呀 关于种族灭绝 你们印象比较深刻呀 印象之一 对吧 二战的时候 你们呢 在波兰 你们在德国 因为当时有一个落榜美术生 见了你们莫名其妙 就是这个牙齿膜的哥哥响 然后你们曾经遭入了 遭到了种族灭绝 你们要大量的电影 后来包括美国好莱坞生产的 大量电影让全世界人民看到了 你们对种族灭绝这事记忆深刻 还有另外一档的事 那就是自从你们建国之后 自从你们呢 到了约旦河西岸之后 你们在这个地方不但蝉食 别国的领土非法占领 巴勒斯坦的领土搞定居点 你们在那地方构筑了一个 十公里乘四十公里的 这么一个露天的大监狱 你们对当地的巴勒斯坦人 实行种族灭绝 种族屠杀 你们是坚持不懈干这种事情 你舔着脸居然好意思说 中国人种族灭绝 我们有中国人 有这种种族灭绝的传统吗 以色列曾经很招人同情的 刚开始 因为你们被 那个洛邦美术生领导的 党卫军欺负过 但是你们被欺负过 不能成为今天 你们持续几十年打压 欺负别人 对别人实行种族灭绝的理由 你们正在把我们对你们 曾经有过的同情 蹂躏到最后一点悲悯也丧失干净 以色列你怎么好意思站出来 旁边还爱着意大利 对中国猜痛挥拳头 以色列怎么好意思 当然以色列就干了 这件事对那些所谓精神以色列人 我给他起名叫风游精 风啦 这个精神以色列人 叫风游精啊 风游精在中国是中国公职序列当中的 一个非常独特的分支 而且这个分支 他们有很强的组织性 他们表现出很强的战斗力 并且写文章 然后呢 藏够纳乌 并且在里面悄悄的 秘密的植入鬼话 这是一支非常有战斗力的队伍 绝不可以低估中国风游精队伍 但是现在以色列战道 谴责中国 并且制造中国呢 在新疆高种族灭绝的这个队伍当中 并且舔列其中 那是你自己抽了中国风游精的嘴巴 这次跟着这个加拿大 制造中国什么种族灭绝的国家 还有日本 你可以想象到的 日本日本谴责中国对自己的国民 搞种族屠杀 日本国你们这样做 是不是你们试图激起中国人民 对你们的集体的仇恨呢 日本在中国搞过种族灭绝吧 日本在中国搞了很多挖人坑吧 有个叫梁雁平的某大学的博导 脸盘比较宽 身体比较健硕 是我方方姐的闺蜜 他们家老家山西的 山西多少日本人制造的万人坑 大家有印象吗 梁雁平忘了 梁雁平替日本人谴责中国人 骂中国人为之呢 但是中国人当中 梁雁平这样的人 是极少数 哪一个有提马良知的中国人 不记得 日本人 在中国杀了多少 中国人 所以日本人这次跟着加拿大人啊 谴责中国对自己的国民搞种族屠杀 日本这种跳起来做法只有一个作用 啪一嘴巴抽到 惊日分子的嘴上去 外部省不是培养了一百多个惊日分子吗 不是拿钱叫中国的作家 中国的评论家 中国的什么女权主义者 中国的什么什么人 跑到日本去拿着日本的钱 写日本好话吗 不是有人说 那些拿着日本的钱 写日本好话的那些作家 我们批评一下 是我们搞什么极左 搞什么民族主义吗 现在大家看一看 如果拿着日本人 写日本好的那些人 现在你们改签更张 原有的作品不改 比方说 以某女作家 75度 金枪鱼为代表的 这种优秀作品的作者 你现在能够谴责日本 跟着加拿大人 制造中国什么种族屠杀 这就是这文章 那我立刻我改签更张 我说蒋方舟是个好女子 这个女子知错就改 过而能改 善莫大业 但是在日本人的那种 日本音乐 嘎嘎嘎嘎嘎 熏陶之下 跟着日本人起舞 服从日本外务省的 宣传的大略方针 锁定中国为假想敌国的 肺卫之下 帮着日本人做事的 无论有意的还是无意的 你们肯 现在顺过拐来 实事求是的 写点东西 十平总是可以吧 很简单 如果 那些人当中 那个长长的名单当中的人 以蒋方舟为代表的 长长名单当中的那些 拿着日本人的钱 写日本好话的人 如果能够改签更张 对日本这次谴责中国的行为 做一点批评 我立马就把以前的东西删掉 我改签更张 我说蒋方舟是个好女子 我再表一次态啊 这次谴责中国所谓搞种族灭绝的 还有拉图维亚 还有列治敦登 还有立陶宛 还有卢森堡 马上青岛 摩洛哥 荷兰 新西兰 挪威 帕劳 波兰 葡萄牙 罗马尼亚 罗马尼亚也是当年的社会国家 当年跟中国关系比较密切 还有最小的国家叫圣玛利诺 还有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 还有西班牙瑞典瑞士 乌克兰英国和美国 美国挂在最后 关于美国有什么挂在最后 我一会我接着再跟你说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这斗争还是很激烈的 他们发了个声明 声明呢 是核心就是一句话 就对中国实行有罪推定 你就是种族灭绝 你就是强迫劳动 那这叫政治操弄啊 这跟事实有什么关系啊 要求是 根据西方媒体上那些谣言 对中国实行有罪推定 并对中国实行严格核查 要求中国利息和允许 联合国高专 在内的独立观察员 不受限制的进入中国新疆展开调查 就是说你造了个谣 然后就到我们家翻箱倒柜 是不是啊 你这 这土匪恶霸 惯常的伎俩 你说个事 你得在人权会议上 大家拿证据说话 不 他们造谣不要证据 你不就宣谢吗 你不就是发恨吗 你不就是中国发展的好一点 你们不高兴吗 对不对 那现在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说你到中国来 你到中国来 我们欢迎啊 但是你说有罪推定 到中国来 把中国放个稀巴烂 那当然 这就是不友好的表示 这怎么可以啊 6月21号 他那人权高专表示了 他希望 就今年 就今年包括新疆在内的访华条件 达成一致 我们中国驻日内马的代表 这刘一 刘一用的说得很好 说欢迎您访华 人权高专 访华 很好 欢迎访华 欢迎访华 欢迎访问新疆 但是访问应当是正常的访问吧 应当是友好访问吧 应当是促进双方的合作吧 应当促进双方的交流吧 你本来就气急败坏的 拿着棍子进来一通乱砸 你这叫打砸抢 你这是有罪推定 你这叫调查吗 相比较加拿大 加拿大领着40个国家向中国发难 连圣马利诺都算一个国 这事是太过分 这说起来之后 我这气不大意出来 大家知道不知道 这次同样就这次会上 还有一件事 白俄罗斯代表的65个国家 做了一个共同发言 支持中国香港政策 支持中国新疆政策 反对干涉中国内政 还有20多个国家 单独发言支持中国 一共90个国家 以不同方式支持中国的正当立场 理解中国支持中国 重申联合国宪章原则 所以老胡问得很好 老胡说你40个国家 就想冒充国际社会 太少了吧 哪是多数哪是少数啊 学过算数吧 100以内 比大比小 你打普克还有个路大点 还有个比大比小的 对不对 西方政客这都不知道 60多个国家支持 另外20多个国家 就要发言支持中国 那90多个国家支持中国 现在什么以色列 什么日本什么阿尔巴尼亚什么罗马尼亚加拿大 你们这40个国家 然后在这啊搞了一个小团伙 那这件事你40比起90多这很清楚啊 你知道但是西方国家这40个国家的媒体普遍不报道90多个国家在会上支持中国的事实 新闻自由呢 客观公正呢 在哪 所以在复杂国际斗争的背景之下 大家越来越发现了一个秘密 那就是说 这些国外的反华势力 他们在扮演着一个最好的爱国主义教员的作用 让中国人特别是中国青年看清今天的帝国主义 他们都什么嘴脸 外交部昨天回应了 说会上白俄罗斯代表65国家支援中国 对不对 还有海河会六国呢 还有20多个国家准备以单独不发言的形式支持和呼应中国呢 你们怎么不报道 外交部说了 是非 有公义 公道在人心 90多个个人在胡说 你反映的是国际社会的人心向背啊 戳穿少数西方国家 借着什么人权 你造出来的谣言 干涉别国内政 你们虚伪啊 你借着干涉新疆 干涉香港 干涉西藏 抹黑中国 你这次你不能算成功吧 对不对 什么涉疆涉港的问题 压根就不是你们所说的人权问题 什么种族灭绝 你们根本没有任何证据支持 中国方面多次阐明严正立场 详细介绍 说我们这情况是这样的 我们情况是这样的 我觉得这次我去新疆的时候 这次新疆 还有一个国际研讨会 若干国家的总统 前政要 然后呢 包括每个学者在内的 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论坛 当然是网上的论坛 坐在我旁边的 坐在我旁边的 这就是新疆维吾尔族的 这个当时旁边 是坐着一个阿虎 新疆当地的老百姓 当地的官员 学者 我们交流的非常充分 所谓种族灭绝 仔细乌有 从头到尾都是谣言 中国人呢 苦口婆心呢 一遍一遍的讲啊 解释啊 你来看啊 等等等等 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 多少国家大使 都到新疆来看过了 事实是那么清楚 但是谣言 居然是那么猖狂 那说明什么呀 说明就是有人要打压中国 遏制中国 就是有人看不惯中国发展呀 那你们这么做的结果是什么 结果徒劳 西方很多国家存在人权问题 中国外交部反问 说你们有什么资格 对其他国家人权热光 说三道四 你们有什么资格 对其他国家内政指手画脚啊 大家知道 西方当然没有正视 这些问题的能力 西方媒体普遍报道的时候 对90多个国家支持中国 以不同的方式声援中国 一个字都不提 他只挑着那些事说 这叫什么呀 告诉各位 这叫选择性失明 那中国老百姓怎么看这件事 有人说 加拿大自己在人权方面 债务累累 你还有脸提中国人权 以色列你现在还在对 巴勒斯坦的老百姓实行屠杀 你们有什么脸站出来 你以色列谴责中国 种族屠杀 日本人你在中国的血债 累累到现在 日本军国主义罪行 你还阴魂不散 老鬼子当过美国 这个日本驻华大使的 日本驻美国大使的一个老鬼子 居然说2000年来 日本有机会翻身了 因为美国现在要打倒中国 我们现在是个机会 安倍首相第二任就公开演讲 日本的对外政策 中国政策是 中国是日本的假想敌国 所以各位在这种情况之下 第一我们爱我们的国呀 第二在这个世界上 究竟谁更关心中国人民的人权 第三究竟谁对中国的人权状况 更了解 第四对那些风由精 对那些公知 对那些呢 今日分子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待 他们那种表演 我想所有的人 心里都是有数的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下期见